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Python基础教程的学习 最绝的内容叫做函数 函数是什么呢 函数呢 它是带名字的一个代码块 之前呢 我们代码块都是写在这个 就一行行的代码是按顺序来写的 今天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代码块呢 集中起来 放在某一个函数里边 这样的话 你可以通过调用这个函数来执行这些代码块 可以大大提高编程的效率 那我们来到这个ipython 首先呢 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那我们看一下 首先呢 这个函数呢 它是以第一f这个关键字开头 然后呢 跟着的是一个空壳 空壳后面呢 是一个字不串 这个呢 就是函数名 我们的这个函数叫做printhello 函数名后面呢 紧跟着的是一对括号 小括号 里面呢 是参数列表 因为我们这个第一个简单的函数啊 所以我们没有参数 没有参数 但是呢 这个括号也不能够省略 参数表后面呢 是一个冒号 接下来呢 是这个最底的函数体 函数体的话 就是你要执行的代码块 我们这里只有一个语句啊 叫做print 我们把这个hello给输出一下 那这两个呢 最简单的一个函数就已经定义好了 那如果我要去执行这个函数里面的代码块呢 我们是需要去调用一下函数 怎么调用呢 直接把这个函数的名字给写上 然后加上这个小括号 里面是参数列表啊 我们回测 这样呢 就把这个函数给执行了一遍 其实我们注意看到啊 就你函数执行一遍跟执行两遍 其实它是没有区别的啊 特别是对这个没有 没有参数的这个函数 接下来我们再定义另外一个函数 这呢 是一个代参数的 比如说hello name 我们呢 里面给他写一个参数 叫做name 接下来呢 我们增加点新的东西啊 有三个 print 然后呢 是怎么样呢 底下 我们定义了第二个函数 叫做print hello name 里面呢 有一个参数 叫做name 这个参数呢 我们叫做形式参数 叫做形式参数 简称呢 叫做行参 这就是这个name 然后呢 底下呢 是三个引号 这个呢 在拍摄里面 叫做doxstream 叫做文档字符串 这个呢 一般是用来 呃 就是表明这个函数是干什么用的 然后呢 有哪些参数 有哪些返回值 那这样的话 我们 呃 就直接写一个 这个这个函数的意思啊 这个呢 是主要为了方便其他人来看你的代码的 也为了说 可能你过段时间以后 这个东西也忘记了 你 看看这个doxstream呢 也大概的明白这个函数到底是干什么的 接下来呢 是一个print语句 print的前面一段是跟上面是一样的 就是hello 然后后面跟着一个函数 这个 这个是python的例子函数 这个format呢 就相当于说把这个 这个name呢 给打印到这个 这个这个是一个张维夫啊 就是hello跟name来进行一个拼接 那行 那我们同样的来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比如说我print hello name 我们给他传一个传一个字符上去 比如hello coby 那这样的话 它打印出来是 把这个 这个参数呢 我们叫做 时参啊 就是我们传进去的时候 跟调函数调印里面 传进这个参数 我们叫做时参 前面这个呢 叫做行参 一个时参 一个行参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参呢 已经跟这个hello 连接起来了 所以这时候打印叫做hello coby 那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啊 就是我们参数呢 给他传什么东西呢 它这个print语句 它的输出能是会跟着变化的 那么我们再来打印一个 比如我再调用一次啊 给他传一个 james 那同样的 它说说的就是hello james 这个是不是很有用啊 就当你要实现同样的功能 但是呢 我是针对不同的场景的时候 我可以把这个 呃 时长给修改一下 这样的话 我出来的结果就是不同的结果 但是呢 我真正的代码块呢 我只去 编写的一次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啊 那函数里面还有一个 呃 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 叫做这个返回值啊 因为我们前面是没有返回值 这时候我们再去 编写一个新探索 比如说 我就写一个 加法的函数啊 比如说 那个冒号 这个冒号 千万要记住啊 不能丢 那我再写一个到 stream 我们给大家写一个 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个return呢 是返回 的一个关键字 就是你要把什么值给返回出去 所以你在前面呢 就加一个return这个关键字就可以了 那我们给他负个值啊 比如说我c等于add 调用一下 我们给他传参数进去 a是1 然后呢 2 这样掉 就是在你调用add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他会把返回值给 负给c这个变量 然后我们把这个c打印一下 看到呢 c是3 这个跟我们的这个预期是一致的啊 那在拍摄当中呢 还有一个非常 不错的一个特性啊 就是他的函数返回值呢 有可能说是两个字 三个字 四个字 就是他不只是一个字 这个呢 跟c语言当中呢 跟c就这样的 跟java可能都不太一样啊 那我们同样的再写一个函数 add add 同样的ab 又忘记了啊 这个就要小心 我们给他return一下 a加b 然后呢是逗号隔开 比如说我再给他 返回一个值 随便返回一个值啊 比如说我是100 那我要去掉印的时候怎么掉呢 因为他是有两个返回值 所以呢 我们需要两个变量来接收 比如说一个d 一个e 等于add 我们给他穿 负一个新的字 好了 就是呢 我们应该正常理解应该是 把3和4相加返回出去给第1个 变量 那应该就是3加4等于 第1应该就等于7 然后呢 第2个返回值呢 应该就是一个一个整形就是100 所以呢 会把100负给e这个字 打印出来应该是 1的话应该是等于100 那这样我们执行一遍啊 看一下 d等于7 没有问题 1等于100 也没有问题 OK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帮忙点赞 订阅并转发 谢谢 今天的视频频就到这里 2100